在西米街中統文化族 和黑記行列版中電力 有名的徒言李恩 就特度的文化港元族 版中的提點就在 教育士李恩協應生農的提點 其他電腦的單位 台灣前例葡萄博非 是特度的蔡提喜蒙族 趁榮基義生是特度的 營透風險族 強言從義族同三非貴族族 在UHRC佛陀公眾社會 創攀的陳白雲 韓國翠豚發明 陳文森博士經驗基金彼得到 再次掌聲恭喜李恩導演 為此有名的徒言李恩 正下總統才認為 辦法替實際的總統文化 中文化港人中 中奏今年採提興蒙族 在推翻千里葡萄博非 其他有任何風險中 老強年從日中 中奏第九年除了進行社會 過激 川新文化價值之外 未就欠責你會的交流 儲次推翻 讓世界連結 今天是總統文化 我們這一屆的五位得獎人 每位的成就事蹟 都令人推崇 也讓我欽佩 獲得文化根源獎的李恩導演 他在海內外電影《義文界》 創造輝煌的成就 拍出了許多令人難忘的電影 台灣千里葡萄協會 其實是一個很典型的倡議團體 他們的倡議 十多年前他們提出 千里葡萄這樣一個概念 其實這個倡議的這個議題 很獨特 但是也很基本 什麼叫很基本呢 他談的就是叫我們每一個人 看到自己腳下的土地 第二 蔡提希望將會推翻千里葡萄協會 甚至十五年來傳臨蔡提立了 甚至殺起進行文化重建 六少都被重安放散去 本身一把四十兩條修作葡萄 這幾年沒了哈威佩合作 共和修復有兩百人是共利重改 重置社路 出自民建老共普門他做 來檢查鳳營通 這個在地希望呢 我覺得是我們成為地方的希望 地方也是我們的希望 互相支持 互相成就 才能夠有今天這樣的一個程度 好了嗎 一 二 三 來 OK 好 推翻千里葡萄協會 這還沒到裁體團體合作 進行國雄 由對文化路線的調查給吧 但能指控 用手工的方式 路求路更快出來 十七條葡萄修復的精彩 股司 為修讀線數 手作字頭 一片一片 技術工 突體該股 下個新聞反省 你前明日台北報導